哼,若非是我的夺射之力被人剥夺,区区楼以灵魂,我早便将它夺射。 童子脸上露出暴力的表情,不过,在他幻音落下之时,脸上的表情立刻一僵,一道吼声从童子口中发出。 从脑子身体中滚出去。 只听见这道声音和之前完全不同,宛若无数声音交织在一起传出的一般。 萧炎见状,顿时,目光当中一道金芒闪过。 若是之前都只是萧炎的猜测,那么此刻才是真正印证了萧炎的猜测。 一直都感觉这童子行为蹊跷,因为其拥有着千万魂魄。 即便萧炎如今展开宿命之术,遇见的灵魂之力,实则上也是难以和其千万魂魄所抗衡的。 显然,是因为童子的体内,痴迷一族,和视魂帝两者的灵魂正在相互争夺着。 若非如此,萧炎又怎可能会是其对手? 萧炎见状,再度是身形移动,脚掌向前一踏,庞大且临时的徐一影便是呼啸而出,连续脚踏竖步。 只是七踏。 萧炎连续踏出了四步,四道庞大的徐一影朝着童子轰然落下。 萧炎眼神更是一横,第五步再度是木然迈出,在原神分身加持下的镇神七踏,威力自然不是本尊所施展时能够相提并论的。 这第五道凝时的巨大脚印,便是朝着童子踩踏而去。 童子面色也是顿时一变,帮他抬起头来,不光充斥着滔天利器, 一挥手,前问魂魄,便瞬息之间尽数朝着萧炎呼啸而来的徐一影,笼罩而去。 无数魂魄前伏后继,疯狂地朝着五道徐一影轰击而去。 士魂帝似乎并没有打算听从萧炎之语,他现在谁都不会信任,只信自己。 他这一出手,想要直接将萧炎抹杀。 由士魂帝掌控身体之后,爆发出来的战斗力,不知比痴迷一族的强多少倍, 千万魂魄的威力,才真正展现了出来。 只见萧炎,即便是连续施展了阵神五踏, 只见了千万魂魄,乌鸦鸦的,两者只是微微一致后, 五道虚影便是一一破碎。 童子面色阴沉,又是一挥手,千万魂魄,便是朝着萧炎再度呼啸而去。 这是打算将萧炎直接抹杀。 毕竟在他认为,萧炎不过只是一个不起眼的蝼蚁罢了, 顺手将其灭杀掉,以免一些没有必要的后患。 而且弑魂帝也没有理由去信任萧炎, 倒不如直接将其抹杀,免得麻烦。 万千魂魄涌动, 磅礴的阴煞之气朝着萧炎笼罩而来。 对于灵魂来说,拥有着极强的伤害。 萧炎立刻眉头一皱, 弑魂帝真正力量爆发出来的时候, 已经完全超过了萧炎如今能够对付的范围。 萧炎手中光芒一闪, 女皇赠予她的龙凤琉璃簪握在了手中, 其中蕴含着一道尊圣留下的力量。 据女皇所言, 能够灭杀神之不朽以下的任何帝之不朽。 若是女皇所言世身, 那么一旦动用着龙凤琉璃簪当中, 尊圣所蕴含的这道力量, 就可以直接化解这场危机。 不过, 萧炎握着龙凤琉璃簪, 心中却是无比犹豫, 心中有了一个比较大胆的想法。 若是能够将这嗜魂帝夺射, 那么就能弥补灵魂攻击上的空缺。 萧炎心中若有所思, 不过, 嗜魂帝拥有着千万魂魄, 这等力量, 也的确是萧炎如今难以对付的。 若是这童子肉体当中, 只有一道混坡, 我倒是没有什么机会。 不过恰好确实, 同时有两道灵魂在争夺, 若是我能再参与, 三道灵魂, 说不定也有机会。 萧炎心思一动, 顿时, 眼眸之中泛起精芒。 不过想要夺射的话, 除非有人能够将其牵制, 萧炎或许才有夺射的机会。 萧炎本想动用九木神弧, 请出一名大能, 帮助萧炎创造这个机会。 不过, 营女却是在萧炎没有开口的情况下, 主动从九木神弧当中略出。 而且一直隐藏在暗处, 却不知能力如何, 也不知能否暂时限制住世魂帝。 不过, 萧炎立刻转念异想, 九木神弧当中, 每位大能都各有强大的能力。 营女前辈, 可否帮我限制她片刻? 萧炎试探性地用灵魂传音道, 不过就算是萧炎, 也感受不到营女的存在。 五星? 一道冰冷的声音, 传入萧炎的耳畔当中, 并萧炎也是微微一惊。 而此刻, 噬魂帝已是控制着千万魂魄, 朝着萧炎呼啸而来。 不过就在此时, 那噬魂帝的眼眸当中, 再度露出了挣扎之色, 令得朝着萧炎笼罩而来的千万魂魄, 再度一致。 也就是在这五星之后, 虚空当中传来一道尖笑的声音, 下一瞬, 萧炎便是看到了一道寒光, 势不可挡地穿梭在这虚空当中, 其目标也非常明确, 就是噬魂帝。 此刻, 噬魂帝的眼中露出复杂之色, 只有萧炎看得出, 此刻的噬魂帝正在和痴迷一族两者的灵魂 抢夺这具肉身, 所以朝着萧炎呼啸而至的千万魂魄, 才会突然停下。 而且似乎更是在这个时候, 两者争夺肉身控制权时, 对于周遭的防御大大降低, 韩光穿透虚空, 直接朝着童子略去。 当韩光临近之时, 童子眼瞳皱缩, 此时立刻抬手防范。 不料, 韩光直接穿透起身体, 瞬息一间, 童子门横一声, 竟是昏迷了过去。 萧炎见状顿神一惊, 没有想到, 营女的能力都如此恐怖, 竟是能够让这世魂帝都陷入沉睡。 一炷香。 营女声音在萧炎的脑海之中响起, 令萧炎感到奇怪的是, 即便是营女传音给萧炎, 可萧炎依旧感受不到, 营女此刻所在什么方位。 至于那世魂族, 魂皇也好, 魂王也罢, 在这浩大的虚无里, 根本没办法寻到其营女所在。 但是, 在没有寻到营女之前, 这些世魂族又畏惧世魂帝, 在没有寻到营女之前, 却都不敢回来。 与此同时, 本尊与原神分身分离, 立刻盘坐在了虚空当中, 原神分身助力在一旁, 为本尊护法。 而萧炎此刻, 灵魂之力已经涌出, 但这不是寻常的灵魂之力, 准确地说, 是具备侵略能力的灵魂之力。 随着萧炎的加入, 此刻, 世魂帝的肉身之内, 那就变得更加热闹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享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